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挤到这个大都市里来 所以有些人的闪光很亮 但有些人只能是在那种像夹缝中求生存一样 而其他的这种大块就像是很多人 就像这里 就觉得好多人都想努力让自己变得闪光 从单纯的白色 然后到这种蓝 再到黑 再到红 就觉得人的努力是 一步步就是人要靠努力 才能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闪光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这幅画分为了三个阶段 这边代表的是过去 这边代表的是现在 这边代表的是将来 过去和将来 它的宽度是一样的 它的时间是一样的 而现在 过去的时候 能源是很丰富的 物种都可以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但是因为物质太丰富了 所以物种不断地增多 所以物种在不断地抢夺资源 中间这一块就是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 就出现了很多的残疾人 很多的不完整或者是不完美的物种 他们共同地来争夺这个资源 但是当资源被用尽的时候 人们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惩罚 然后会慢慢地把自己推向以前的状态 这边就是对应的是前面的那一块 就前面的这三个对应的是这边的 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奇蹟的过程 非常非常强大 这是怪人的 这边的商店 有些客人的博物 也不能说 这边的商店 对应该是不完整的 比达对应该是连接的 是有些人的 所以你们有个人的 我们在中国的商店